你们知道为什么会发脾气吗? 身上有磨呀 磨啊,不要怕 磨经常有 生病叫病磨 心里想不通,有心磨 什么都要想不通,就没磨 没磨了,佛就来了 佛和磨,它同时存在 一个人心中有佛的人,他不会有磨 一个人经常想不通,他心中有磨的人 他不会有佛的 所以你们想一想,你们现在想得通,想得通 你们如果想得通的话,你们就开开心心过日子 我每一次去开法会,进来的时候各个人都这样 看见台长好像我欠他多,还他少一样 而且凶得不得了 看看你到底讲什么 你能拿出点什么东西出来 讲到后来一听台长讲的都是这样 我在法国有一个人是什么第几代船人 什么武当山什么公,很厉害的,坐在前面 我在上面讲啊,他在手在下面这样 接气了 而且这脸呢,火在眼睛里 所以给我,给我斗了 好像斗法一样的 他把我当武当派了 你想想看,我很难过啦 后来我讲完了之后,他休息的时候跑去台长说 还要用这个动作呢 大哥 我明白了,我搞错人了 我说我没搞错 你来了本来就是听我讲的 你开开心心走了,我最开心 我又没有跟你为敌 你为什么笑不出来啊 你为什么要跑出来要跟我搞啊 人的毛病就是 人家也没有对你不好 你为什么对人家不好 其实那个人的毛病就是 你们坐巴士也是 一个人上来先演戏这么看 你想想看你难过不难过 你像个检察员 警察的脸永远都很难看的 他回到家也是很难看的 对不对啊 所以你看老婆都嫁给警察 很麻烦啊 他天天要管 红绿灯要管他 到底为什么呢 就是很简单 要学佛 要学得心快 心快了 磨才会去掉 你们很多老妈妈 老婆婆 为什么 一个人经常笑不出来的人 他心中就有忧郁 你去看忧郁症的人都笑不出来 你们今天能在这里 哈哈哈哈还能笑 我告诉你们 你们还没生忧郁症 但是话还没听完 但是你们过去都生过了 我跟你们讲真话 因为人的一生 会让很多人一辈子忧郁 所以千万不能忧郁 千万要想通